4月27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与中国香港商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大变局下的企业应对策略营商座谈会 200多名香港及内地企业代表等与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梁志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冠疫情对京港两地交流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借助现代科技 两地同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就像我们有一些会 像去年11月的京港的洽谈会 我们就用线上 像线下的一个联合的平台 就是能够继续来办这些活动 另外我们虽然学生例如不能过来实习 我们有些线上的实习 还有一些线上的活动给他们可以参加 梁志仁介绍 内地港资企业因为疫情受到一定影响 但在疫情之下 他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机遇 像去年也有个别的企业 因为像口罩防疫的用品都比较短缺 他就找到新的商机 研发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口罩 能够开脱了新的出口的渠道 座谈会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博雅特聘教授于渺杰 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江俊禄等 从当前国家经济形势 十四五期间的劳动用工趋势等角度 分析了香港企业面临的发展机遇 于渺杰表示 国家进入新发展阶段 为香港带来许多机遇 以协调发展为例 他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 特别是可以发挥之前所讲的我们强调的前店后厂的模式 也就是说香港是一个服务型的 卖位型的店 那么像东莞 像深圳的作为这个厂 前店后厂的这个模式的话 可以更好地挖掘香港它的本地的比较优势 那么更好的是到香港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的建设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